新买的路由器不管有多贵 如果在使用之前不做这两步修改 路由器的性能只能发挥一半 下面教你干如何修改 当我们新买一个路由器时 一般连上网就直接使用了 其实每一个路由器里面都需要修改这两个地方 修改后才能发挥路由器的最大性能 下面我就拿大家经常使用的这款TP-Link的路由器做一下设置 其他路由器的修改步骤都是差不多的 首先连接上路由器的WiFi 然后长按两秒钟 点击修改网络IP 选择静态 复制里面的网关地址 打开浏览器复制网关地址 进入路由器的后台 首先输入管理员密码 进去后点击应用管理 上面有一个信号调节 每一个新买的路由器 这里面默认的都是常规 我们一定要修改成增强 这样路由器的信号会明显增强 会有更好的覆盖效果 接下来我们点击路由器的设置 点击左侧的无线设置 在右侧找到2.4G高级设置 99%的用户上网使用的都是2.4G频段 在2.4G频段里被划分了13个行道 这就相当于一条13个车道的高速公路 一般我们使用的路由器 都会被分到第三第八车道里面 大家都挤在一起 所以就会导致我们上网越来越卡 这也就是我们一到晚上上网都卡顿的原因 我们只需要将信号修改成6或者13 就可以解决了 这样两步设置后 我们的路由器在以后使用过程中 不仅信号会增强 而且也不会频繁掉线了